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 因为我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那就是回马来西亚 距离上一次回家的时候 一眨眼已经是有661天了 真的没想到疫情可以来得那么的快 和那么的严重 这次回家的心情真的百感较急 兴奋之余也带了一些担忧 因为太久没回家了 坐飞机的程序也复杂 担心有什么差错回不了家 也担心在机场接触的人很多 不管怎样 非常庆幸的我还能回家 在这两年时间可以说是与世隔绝 因为失去了和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时间 也错过了很多一起度过的大日子 虽然如此呢 完好的方面想 有失必有得 没在外地打工的朋友应该比较难体会到 疫情到今天呢还是反反复复 巴士票也非常的难买 VTR的飞机票也超贵的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我用普通机票 在家home quarantine的货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工资料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Kai频道 我终于回到家啦 非常的高兴过完了我七天的居家隔离 在九月尾的时候呢政府就宣布了可以在家自己隔离 那就能省掉了酒店的费用 还记得在2021年新年期间呢我的表弟回马来西亚 那他就在酒店住了7天 然后新加坡呢也住了14天 总共的花费大概是要9000多马币 然后到11月的时候 终于政府宣布了VTR的这个特别通道的巴士票和飞机票 那就是vaccinated travel lane 就是说当你抵达目的地过后呢就能到处的去吃喝玩乐 不需要做隔离 但是很遗憾的是由于Omicron的案例呢不断的在上升 所以呢这个VTR的通道就暂停了 然后直到1月20号呢 政府才会有更新的消息 是要在于这个Omicron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呢 还是会减缓 那就要看各国的情况了 好在这里呢我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普通机票回来马来西亚 还有在居家隔离的一些过程 其实很简单 大家不需要太过的担心 只需要5样东西 那你就能轻松的回来马来西亚然后做隔离 第一样呢你需要你的passport 第二样呢就是机票呢我本身是买Scoot 各大的航空都会有 non-VTR的这个机票 然后在Scoot的起飞点呢是在 Domino One Chinese Airport 在起飞前它会邮寄我一些资料 就是让你知道你需要准备的东西是什么 避免你会漏掉了一些你需要准备的一些文件 第三呢就是PCR Test 我那时候在星期三飞我就安排在星期一去验 然后隔天呢我就拿到了我的报告 PCR Test 它是需要你在起飞前的三天内去做这个Test就可以了 我本身呢是在Tampines Central的Q&N的地方做这个Test 然后呢它的服务是蛮周到的 价钱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实惠 我那时候业呢是107块 还有一点好处呢是他们会直接上载到Notarize这个网址 什么是Notarize? Notarize是一个新加坡的网址 就是让要去旅行的人去上载他们的资料 就是打疫苗的资料 还有他们PCR Test的报告 所以这两样呢你一定要去上载在你飞之前 第四呢就是居家隔离的表格 OK居家隔离表格呢是马来西亚政府需要的 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的批准呢 你就需要在酒店隔离了 如何去申请呢 就是你按下这个网址 然后呢 你上载你的资料 还有填写一些住宅区的地址 然后家里有几个人之类的一些资料就可以了 他们会在三天的工作日回复你 我呢那时候是在飞前的第七天去填 然后非常的紧过那个时间 因为过了三天还没有有一些回复 然后我就写了一些email过去再问过了第五天呢 他们才批准我这个home quarantine的application 所以最好的话是越早申请越好 但是最早呢也是在你飞前的十天才可以让你去申请这个home quarantine的application 然后第五呢就是mysagetra mysagetra它是马来西亚的APP 然后呢你需要上载你的打了疫苗的资料到这个mysagetra里面 当他们核实了他们也会展示你的一个打了vacin的资料在你的那个page上面 一些人呢就要等一个月才批准到 我就等了大概一个星期这样就已经是上载好了 其实mysagetra这个疫苗报告显示呢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那天我飞的时候有一个uncle呢他没办法上载 然后他是印了他的一个hard copy去到那个机场 然后就通过了 所以简单来说只要你打了疫苗 然后有一个hard copy的证实你是打了疫苗的那就没问题了 那么这五样呢就是你飞之前要准备的东西啦 当你到达马来西亚机场的时候呢就会有人指示你去mysagetra的这个APP 去填一些资料 就是去核实你要去居家隔离的地址之类的等等 过后呢你就会被指示到去一边的柜台展示你的文件 他们核实了过后就会帮你绑上你的粉红碗带 过后呢他们也会给你一个文一张文件 那个文件呢也会显示你第几天要去做第二次的PCR test 还有第几天呢要去减你的pain band 里头呢还有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呢是让你去拨打到有关的部门呢去联系他们 然后做预约你几点到然后去做你的PCR test 还有几点去接你的这个pain band 啊当然如果你趁搭公共交通工具回家的话 遇到什么麻烦或者是警察学论的话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文件 当你的pain band绑了过后你就会去另外一边呢做这个PCR test 做完这个PCR test过后呢就搞定了 然后你就可以回家啊这个PCR test的报告呢 会在两到三天后他就会传简讯给你 所以你就会收到你的SMS就让你知道你是 positive还是 negative 好这五样呢就是你在飞之前要准备的东西 当然除了准备这些文件呢你还要准备一个愉快的心情 把烦恼抛在脑后啊去享受每一刻 所有的连接资料呢我都会放在下面 所以你们要知道更多的话可以点进去 然后去找你们需要的一些资料 希望我的分享呢能让你轻轻松松的回家 记得点赞分享哦 温馨提醒马来西亚的tax free的区域呢已经是关到完了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手信的话就只能在新加坡tax free的地方买 part 2呢我就会和你分享我抵达过后呢 第三天去验PCR test 还有第8天去剪这个pain band的这个过程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